注意喔 如果你已經坐到這邊 零里區對不對 然後我剛剛做的動作 我再做一次喔 就是把它剪下來之後 插入那個MID函數 所以那等於是利用MID函數為主 就是它 那為什麼要這邊用 找到那個位置 就是因為MID裡面需要 哪一個位置 有沒有 哪個位置開始算 然後算幾個字有沒有 所以呢 我就給它 我它需要的這個相關資料 第一個就是地址嘛 OK喔 所以TEST的資料指的是地址 第二個是從哪個字開始 取資料 所以把剛剛的東西貼上之後 記得加1啦 為什麼 因為我們這個公式抓到的 其實就是零里區的位置 那可是零里區的位置 並不是我們要的資料的開始 而是下一個字才是我要 所以其實找到區的下一個字就是下 有沒有 從這個字後面幾個字 那當然你不能直接填三個字 因為三個字僅限於廈門街啦 廈門街啦 廈門街啦 其他像中山東路就不OK 所以為了解決這個問題的話 那我剛剛又做什麼 先貼有沒有 貼上之後的話呢 改成什麼 改成路街 所以零里區 那就分別改成路街道 OK 那改的方法 我偷懶一下 其實這邊也有啦 我剛剛有把它貼 貼到那個雲端上 就是貼這個 有沒有 其實這個路街道就是拿上面來改嘛 改成路街道 就這三個字改而已 然後呢 再減掉什麼呢 減掉這個剛剛的那個 就是這個 其實剛剛這個其實可以貼 貼了之後再改 然後再貼一次 那意思就是說 找到它的那個街的位置 再減掉區的位置 那減完剛好就是三個字 OK 那就符合我們要的 確定 把它向下填滿 這樣就OK了 那剛剛有同學啦 嘛 認真的就會往下找 像什麼29 其實這邊就有錯了 有沒有 這個錯為什麼錯呢 因為它的資料不完整 那不完整 我們暫時先忽略不管它好了 我們重點是 我要找到的 是哪一條路 而不是說像這種錯誤資料 那這個先暫時忽略不管好了 不然的話應該是 不然你可能要把它修正一下 像那個65張捷運站 在哪一條路上面 那你就把那條路把它改上去 這樣就可以找到正確的路了 好 那接下來的話呢 後面其實我是希望就是做那個 像上個禮拜那個什麼 路日聚集啦 不過我們這一題的重點是希望擺在 樞紐分析表跟樞紐分析圖上面 所以我們待會需要知道三個問題的答案 第一個問題是 到底台北市的治安 是越來越好還是越來越不好 有沒有 你可以看到它從104年吧 Ctrl 向下 到113年 不過113年 因為今年好像才 只有到三月份 所以好像103跟113 我覺得可以忽略不計 因為它資料不夠完整 如果一起比較的話其實不合理不公平 所以如果我希望呢 請你幫我畫一個歷年切到的折線圖 它是從104一直到112的話 那你應該怎麼做 OK 所以第一個 我們已經先產生了這個欄位 第二個的話呢 插入樞紐分析表 OK 插入樞紐分析表之後的話 你把它按確定 這個範圍對不對 看一下 A1嘛 到H的3789 這應該是3789的列 應該沒錯 確定 好 接下來的話一樣 就是把需要的欄位給它 應該黏嘛 黏拖拉到列 再把黏拖拉到尺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它就會統計數字了 有沒有發現 它一路從那個什麼 104... 其實102年有耶 103年有 可是就只有一筆 奇怪 它是不是物質還打錯 然後109也有 但是只有九筆 九筆為什麼這麼小 難道113年 從那個這個講話上任 今年度只有九筆 切那兩筆 太厲害了吧 OK 那我來 那當然啊 其實如果我不希望說 102、103跟113顯示出來 因為這三個我不要 那怎麼辦 最後請你再做一個動作 把它隱藏起來 那怎麼隱藏 很簡單 請你找到那個列標籤 右邊有一個箭頭有沒有 這個就可以讓你決定 哪些要顯示 哪些不顯示 比如說我不希望 顯示102、103 所以我把它打勾取消掉 這兩個不要 然後113也不要 按確定 有沒有發現 這個時候的話 它就會幫我把我要的資料給顯示出來 那不要的呢 隱藏起來了 OK 蠻方便的 那最後的話 我希望畫一個什麼 歷年切到折線圖 OK 所以歷年切到折線圖怎麼做呢 一樣再把郵標放在這個表格裡面 其中一個儲存格 那這個時候的話 你會看到 這邊有個樞紐分析 OK 所以有不要放在這個範圍 其中一個儲存格 上方會有一條樞紐分析 這邊會有個樞紐分析圖 那如果我要畫一個 所謂的歷年切到折線圖的話 OK 那你就怎麼樣 點一下樞紐分析圖 就OK了 然後問你說你要哪一種圖 我要折線圖 OK 那一般的折線圖好不好呢 不過我比較習慣 畫的是那個 有節點的就是第幾個 這個啦 第四個 還有資料標記的折線圖 為什麼 因為資料標記看起來 比較知道那個位置在哪 不然的話 你一條線到底 這一條線裡面到底幾年 我看不出來 OK 而且有些連在一起太像了 所以如果有資料標記 就打個點 這樣比較清楚一點 我個人習慣 按確定就可以了 好 這個時候的話 馬上就可以有一個 很像個樣子的一個圖出來了 這個 其實應該 我想應該 不用說 很有什麼統計背景的人 應該都看得懂吧 就是 治安到底是變好還是變不好 其實說真的 應該明眼就可以看得出來才對 不過可以看得出來 好像那個 這一海林是應該是剛好 這個柯P上任吧 他當了八年 他一百一十二 不過顯然他最後兩年 好像有點鬆懈 好像已經快要卸任 所以治安好像又變 又回來了 但是後面那個 甲安上任之後 比如說今年 不過今年還沒結束 如果有今年結束的 數字又統一出來的話 其實就可以看出到底 這個治安跟那個 這個什麼 換人手掌到底有沒有影響 好 那不過我稍微修改一下好了 所以插入那個樞紐分析圖之後 找到那個折線圖 然後並且請各位 改幾個地方 我的習慣第一個 上面的那個標題 一起改一個 叫 什麼 歷年 叫歷年竊道折線圖 歷年 竊道 折線圖 好 這樣子 然後並且把這個名稱 乾脆 複製一下 也把它改一個工作人員 工作人員 不要叫工作人員 點兩下 把它也叫歷年切到折線圖 這個名稱跟這個名稱一樣 再來的話 點一下這個 這個標題上面 再點一下框框 然後常用的地方 把字換一下紅色 然後大概大小20好了 這樣比較清楚 加個粗體好了 這樣看起來會比較明顯一點點 那最後的話呢 我個人習慣 因為這邊有個 這個叫圖例 這個圖例好像在這邊 有點沒什麼作用 所以一般習慣會 把它 右上角有個 圖表項目 找到那個圖例 這個叫圖例有沒有 把圖例打勾 這個東西不要 你就把它 把圖例打勾取消就可以了 點一下 它就不見了 有沒有 OK 那其他當然 你這邊有一些什麼 這個 如果你要上面有數據 這邊不是打勾 就有一個叫資料標籤 還有什麼運算 什麼運算列表 這邊也有什麼 還有什麼 誤差線啊 趨勢 趨勢你也可以看到 趨勢線它也可以讓你出現 也就是說 以台北市的住宅切到按鍵來看 它的趨勢應該是往下的 OK 滿快的就可以馬上知道 有個答案 有沒有 所以也許你這邊 有些東西可以打勾取消 像圖例打勾取消 像這個資料標籤 可以把它打勾 OK 趨勢線你可以把它打勾 這樣看起來 那就更清楚了 這張表的話 其實有的時候 有些數據其實 就比較可以說服別人 不然的話你跟我講說 台北市的治安到底變好還變不好 當然有的人用比較主觀 我覺得變好差 最近哪邊又怎麼樣 哪邊又怎麼樣 當然你拿出數據 就大概比較能夠 我覺得比較客觀 OK 好 請各位先把歷年切到折線圖 先繪製出來 試試看 大概幾個動作 記得應該蠻簡單的 年拖拉到列 年拖拉到值 有沒有 這邊把它拖拉到過來 拖拉到過來 然後再把它做隱藏 102、103 再利用那個什麼 就是樞紐分析圖 把歷年切到折線圖 把它繪製出來 OK 試試看 那待會兒的話一樣 有一個歷年切到折線圖 那我們就大概知道說 原來這幾年好像那個 治安情形真的有比較好耶 OK 那你說住宅之外 有沒有其他的資料 可不可以來 其他方面的治安有沒有變好 那如果你對於這個議題有興趣的話 其實你們也可以找到那個 剛剛的資料有沒有 就是開放資料裡面 它往下捲動 你可以看到 底下有相關的 相關資料集 有汽車 機車 自行車 還有那個什麼 街頭 什麼 隨機 搶到案件 什麼叫隨機 是不是叫 你走在路上被人家搶東西 也有這個東西 然後還有什麼 這個經濟犯罪應該就比較沒相關 也就是說如果你是開車的話 當然你要想知道說 到底哪一區的切到案件 哪一條路上面或哪個地方 切到案件最多 對不對 你也可以知道一下 盡量不要放到那邊 像之前有同學是坐機車 因為他怕說機車被偷 他想要知道 停哪邊被偷的機會最高 OK 其實這也就是說 資料可以衍生性的練習 那請各位先試著把那個 這個例年切到哲限度先繪製出來 好